字幕提供 好 那我現在要來教學 怎麼化妝 肥仔們你們也可以聽一下 因為如果你把自己打扮得得體一點的話 機會有女生叫你OBPA唷 好啦 首先我化妝的時候會準備一個東西叫做海苔貼 把你那塊貼起來 這個 然後冥又冥喔 他們就會覺得 好想親一口 L的超模聚光 分體液 喔幹 麻 最後呢會上什麼東西 我會上蜜粉 蜜粉就是要來定妝的 如果你有禿頭的現象跟我一樣 你有禿頭的現象的話 一定要記住這一招 首先呢你可以先去買這個Pony Pony的眼影 要幹嘛呢 這樣 好 這樣子你就不禿了 看起來是很自然 這樣撥開來就不像 欸 我沒有禿頭 接下來呢我們要用打亮東西 用在哪呢 T字型是一定的 好 我們就這樣 T字型那我們再來是哪邊呢 再來是這個 這裡 瘦的人有點像都是胸像 通常呢 可愛的萌媚妝呢 他們都會畫一個東西叫臥蠢 因為看起來會比較 桃花眼 就比如說你們知道雨昕嗎 他就是很標準的桃花眼 你就笑起來就 喔喔喔好可愛喔 準備兩個 其實我在畫臥蠢的時候 就很像智障啊 就是對著自己笑 嘿嘿嘿嘿 呀 貼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用的是眼影 這時候呢 眼影畫完我們要來畫眼線筆 注意看一下我下眼 下眼線畫的方法 其實我不是從這裡面開始畫 我會讓他留白一些地方 看起來眼睛會比較大一點 從尾端這樣刷 往前刷 讓他 空隙的那個 顏色都會被填好 最後呢我們要來看這個 假睫毛 有人問說假睫毛可不可以重複利用 可以的 你不要用完就丟到你太浪費 所以你塗好喔你 這樣就好了 我找一下我的 我的口紅 在這裡 口紅擦完之後 氣色看起來比較好 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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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一攪之後呢 太多了 攪一攪之後呢 再抖一下就變女神了 再抖一下就變女神了 是不是 接下來呢我們要穿上 玄女的衣服 來來來你們看這個鞋子 這鈴鐺好吵 我試試看 我這裡沒穿過去 卡住了 媽咪 你可以幫我穿衣服嗎 我們幾歲還要媽媽幫我穿衣服 我們要準備來開跳了吧 我們要準備來開跳了吧 我要先清一下我的地面 好吵喔 好吵喔 你好跟我們唱歌 你跳嗎 為什麼要跳嗎 有點緊張 我的頭要掉掉了 我的雲彈要掉下來 不行 怎麼那麼掉 天啊 唉呦 其實呢 其實我是可以跳很好 只是 這衣服 太難了 鈴鐺好的阿姨啊 我的GAME 好 今天呢 我是來 就是 給你們一個懶人包 首先一開始要介紹我的陰陽寮啦 何以勝效末 那阿姨唱的 我被愛判處 終生孤寂 不換手 不放手 唉 整整唱歌也好聽 受不了 祈願這部分 喔 現在沒有人祈願 就是你可以看這個發布新緣 再來 神社這邊呢 可以買 這個就是 會長跟復會長都可以買 我記得一定要買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你可以升級升很快阿 順威這個大碼就是 硬硬硬的排行 我們要進去結界 你就看到一個紅點點結界那個 好 這個我們可以先看右下角那個 鮭魚軟弱壽司 對 我們在這有些隻鮭魚軟弱壽司呢 就可以 就會有體力 接下來你看最右邊結界卡 這EXP可以按一下 會發生神器 MAGIC 按一下 叮叮叮叮叮叮 呃 好吧 記得這個要啟用 才會給你那個 經驗值UPUP 接下來第二個 四神玉城 這個是幹嘛的 反正你丟進去呢 呃 總之它就是一個培育槽啦 那你也可以把那個 丟在人家家裡面 嗯 我把我的 酒吞拿去擠 呃 最強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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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我們要介紹的是商店 對 為什麼商店呢 因為我已經課了兩千多塊 我是不是佛心公司佛心公司啊 目前有這些外觀 有沒有 左威 定 這是神樂 啊很可愛 這個是博養 這個是銀草我已經買了 龜石白 龜石黑 我們先看到最下面那一排 有個圖鑑 圖鑑其實沒有幹嘛 反正就是看你現在收集了什麼 咚咚 啊就學 玄女好了 涙 涙 それはなんだ それはなんだ 暖かいのか 暖かないのか 你在卡什麼啦 喔 不要再卡了 卡 對這個 喔 可以召喚 召喚一個 刺蛇 欸觀眾是你們耶 啊啊啊啊 飛傢門 這邊要怎麼弄呢 你可以用主隊 比如說 現在有人在 你看第一行有人在刷焦徒 你就可以點去刷 那你透過陰陽涼 就剛剛那個棋院這邊 就裝萌妹 你叫小龍鬼是不是 可不可以給我 然後有 之後有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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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真萌妹 我給妳 庭中這邊也有 這個白鬼夜行 這邊你可以就是甩那個服鬥 再來打小白 小白你知道小開的 那個聲優叫是皮卡丘嗎 皮卡丘 就按上面有個封 打這個就會掉碎片 任務的話我幾乎都已經結完了 然後他有每日任務 就是你每次結完一個任務他都會送你東西 講到這個我一定要來抽一下 刺激的來了 這個好了 不知道他會不會生氣 有人看得懂嗎 怎麼樣怎麼樣 這什麼 這什麼 何屁啊你 你何屁啊你在何什麼 好抱歉 形象形象 好抱歉形象我們繼續 當作是一個小插曲吧 來好友是要幹嘛呢 你要怎麼送愛心 我們就按旁邊那個 就是名字旁邊有個很像小標籤的那個 陰陽樹 陰陽樹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 生妹様 這個是要幹嘛呢 反正情報就是你現在的個人資訊嘛 技能 技能就是你可以換 就比如說你點一下 啊下面有個可遞換你就點掉就好了 再來 玉靈師要幹嘛 你的玉靈越強 你的陰陽師 生妹様就會越強 嗯 那怎麼強就按強化 各位肥宅 吃吃吃吃 總之呢你這個 粉雞越高 你的陰陽師就越強 這個 式神的話 哪些式神需要覺醒呢 那我就目前推薦我有的一些角色好了 酒吞SS啊 拜託啦 拜託 歐洲人啊 你們這邊非洲非宅 啊對不起 對非洲人 白狼的話也是 白狼在哪 在這 姑姑娘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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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是銀塔 銀塔為什麼要覺醒呢 因為它是 群補大奶媽 再來 山兔是一定要的 因為它可以加速你 所有角色的 所有式神的那個速度 再來有個東西是 焦圖 燙燙 翻一翻就 飛走了 呼呼 它會分散你所有的攻擊力 到每一個式神身上 所以你這樣 就是分散之後 再營造一個大補血 大家又恢復原狀了 所以呢 對方就變成屁啦 接下來我們要用 探索這個 這個是你要覺醒一個式神時候 你需要用到的 材料 一個人挑戰是六個 鮭魚卵 握壽司 對 可是你如果組隊打的話呢 就只要花四個鮭魚卵握壽司 是不是很好看啊 可是我都自己打 因為我是邊緣人 第二個 綠魂 這邊 那每天打 就是掉的都不一樣 最後一個是結界突破 哎呀這樣好像被發現我打誰了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快速升級呢 有什麼東西 可怕的東西在盯著我 好 好啦你們看一下 金幣UP在圍繞身邊的 也有EXP在他旁邊圍繞 還有一種是達摩 就是他們代表是三個不一樣的東西 金幣就是淺多多 達摩就是你可能會打到碎片 浴魂碎片 那今天就是今天多多 沒錯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就大概跟你們介紹一下活動的時間 講鬥技 鬥技就是你個人的排名 鬼王來襲 就是也可以打狩獵戰 可以打鬼王之類的 嗯 妖怪退治就是你可以打到一些達摩之類的 對我今天打了 可是我沒有拿到 所以我很不爽 沒有關係 我下次再打 好就是 陰陽式的介紹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看來今天到這邊了 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希望你會喜歡我的玄女 大家掰掰